最近在北京的街头 两个年轻人喝高了 不仅是骂骂咧咧 而且还动手打人 民警接警后来到现场 结果他们连民警也没有放过 直到第二天酒醒之后 他们的表现那是判若两人 2012年4月23日晚上10点 在丰台区悦歌庄 一名男子上身赤裸 对着民警大喊大叫 旁边一人随声复合 面对民警 这名上身赤裸的男子更加嚣张 不但上前推荡民警 还挥拳把自己的朋友打伤 你不是我吗 打我什么人 你不是我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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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打不快 行了啊 他不起受 你别走 我别走 你别走 他走 他不能走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他会痛我 没有呗 有黑的物质 对 我告诉你 你们就辞职吧 岳格庄派出所的民警 立刻叫来支援 将两人带回派出所 第二天 当记者见到两人时 他们已经醒酒 把前一晚发生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 你记得起来吗 现在 就记得有那么一档的事 在哪个地方 小的事情都进去 那 不知道 就五点钟 喝到了九点钟 我觉得那根本就不是我 那么看完之后 听着跟社会流氓似的 警方刑事拘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